加隆市長是一個非常有國際觀的地方首長 其實他上台的時候就把台中跟所有的 這些國際接軌的這樣的架構跟藍圖畫不出來 特別是雙港的部分 青青港機場跟台中港之間 跟國際接軌跟門戶特別打開來 林市長是一個降降之才 那他也是一個非常快的學習者 這一年多來我們跟著他歷經大大小小的城市發展的各項專案 我們可以很深的感受到他對每一項市政的議題還有業務 跨局處的業務他都非常的熟人 其實這一整年時間看到市長他真的是上山下海 那每天的行程真的是排得非常滿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很落實行動領導 他認為只有走出去而不是一直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只是看到公文管理他希望能夠走出去 然後真的看到人民的需要 我看到的我們台中市的市長林佳龍 在工作上永遠都不夠 因為第一個他的APP的傳簡訊是數量最多的 再來他的視察也是最多的 再來他的開會更多 那其實每次的開會我們都得到很多很多的他的個人的經驗 然後透過分享把他的理念灌輸到事務的團隊裡面 其實市長我會覺得這樣啦 他很愛和小孩 老人 還有聲音障礙者 這些浴宿者到底 每一年他都會餵 他跟市長夫人都會餵 這一個我們聲音障礙的朋友 他們有愛無愛的那個活動 我說的是我在旁邊看 他們是真 那個動作你就覺得說 他是真正的 會來關心 對台中市來講 有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性的作用 他可以用 藉由所謂的區一靈禮這樣的一個系統 把台中的弱勢 台中的禁貧 台中的整個的這個 所謂的需要被關心被關懷的人 一次給他找出來 這個idea呢 老實話講 如果從一個一個專業來講 我們看不到 但是從市長的高度 他就可以一次給我們 這樣一個很好的元素 我看了 我聽了以後我非常的佩服 市長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政治過動 那一天24小時 不眠不休 為了市政在努力 我最佩服他的是願景引導 他指示了一個方向 船往哪裡開 所有的首長就跟著他乘風破浪 那跟到這樣的一個市長 我們非常的幸運 也能夠一起有共同的願景 共同來努力 我覺得他很認真啊 然後想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慢慢來 然後希望更 再過一兩年 大家會更看到他的成績 我覺得他真是一個開會的動物 但是可怕的就是他開會的時候 各個級數的業務他都懂 而且不只是業務懂 但是每一個個案他都瞭解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才是可怕的例外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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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